AB型血型的人一定会得老年痴呆吗 O型血型的人一定不会得老年痴呆吗 前阵子上传了一个视频是关于血型和老年痴呆的 整个视频说的主要内容就是 AB血型的人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比其他血型的人要稍微高一些 那O型的人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患老年痴呆 在视频下方很多朋友们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那在这里给大家对这些疑惑做一个解答 首先就是这个研究 它是那种很小的机构里面做出来的不可信的研究 这个不是的 这是一个基于比较大的样本的 发表在神经病学非常权威的期刊Neurology 就是神经病学这个杂志上的 那这个研究的结论我可以认作是 AB血型的人一定会得老年痴呆吗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老年痴呆有很多导致的风险因素 其中遗传因素涨到60%的因素 最好的判断自己有没有老年痴呆遗传因素的方法 就是去了解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老年痴呆病史 同时更加关注自己的妈妈外婆奶奶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此外呢还有一些与老年痴呆相关的因素 包括吸烟啊肥胖啊空气污染等等 所以血型只是增加老年痴呆危险因素很小的一个东西 交互效应可能会说的不太清楚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譬如说今天你心情非常好 单位里发奖金了 发了10万块钱 你呢路上丢了100块钱 你觉得想想也没有关系 无所谓了才100块钱 赔了1万块钱 结果呢又丢了100块 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难受 里面有一种叫协同效应 就是1加1大于2的一个效应 您是老年痴呆的高危人群 就是说如果您家中有老年痴呆遗传的这个家族史的话 那如果这个时候自己又是AB血型的人 那要更加注意预防老年痴呆 因为老年痴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 又有AB型血型 然后呢再换上高血压高血糖 然后再有吸烟什么的 那这些因素它混杂在一起 它会产生出1加1加1大于4 它们相互之间还会有叠加的这个效应 所以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 那同理是不是O型血型的人 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得老年痴呆呢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如果是O型血型的人 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病史 同时也有高血压什么的 虽然你这个O型血型可能是一个轻微的保护因素 但是危险因素还是很多 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增加老年痴呆的患病率